OK,大家都知道ChartGPT非常的火,但是这次的火好像已经过去了,反正等到没有人讲的时候我才来讲。 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ChartGPT,问问看他比特币今年会是牛市还是熊市,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大家好,我是奥特,马来西亚最多明媚的男人,把前面视频道的主要是讲专写加密货币还有视频节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感谢小铃铛,这样子我们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然后第一时间关靠我的影片啦。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bybit的话,马上通过我视频下面的链接,点击链接注册bybit可以享有非常多的新人福利之外,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OK,所以你会看到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就非常够力,看看啊,AXIS在12.823的时候,我就已经债群喊单了,到现在已经跌去8.469,如果你有债群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单,OK,50倍的杠杆,然后回报率已经去到1600%了,各位,所以如果你有债群的话,就恭喜你。 如果你没有债群的话,赶快注册bybit,然后免费进来我的群。 然后你注册了bybit的过后,我记得来这里,点进去,然后跟着他的任务,一步一步的去之后,我把他们的钱全部拿掉。 不要,不要跟bybit客气哦,bybit给得起就赶赶了。 OK,然后还有一个,他们现在办一个活动哦,就是奖金持高达200千的USDT。 OK,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简单来说就是,呃,你邀请朋友。 OK,你邀请朋友,during the period you will receive the 25USDT cashback for each successful referral. You will refer will also receive the 25USDT in bonus。 OK,就,就有点像之前哦,我之前不是有在群有讲说Runo这个平台吗? 然后Runo这个平台就是,呃,你介绍一个朋友,然后你的朋友,呃,交易好像是,不知道,不懂交易100美金的Bitcoin好像是,哦,你的朋友就可以获得价值25块马币的Bitcoin。 我也可以获得价值马币25块的Bitcoin。 OK,现在bybit哦,它不是25块马币啊,它是25块美金。 你,你跟你的朋友,双方都获得。 OK,所以你的referrer,呃,你介绍的人他需要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呃,通过你的链接,注册,呃,户口。 然后,至少deposit一个100美金,呃,100美金,呃,非常少啊了。 所以,门槛非常低,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趁现在,呃,到3月15号嘛, 趁现在还有时间,赶快去行动。 OK,然后,trading volume,呃,500,500美金,sport或合约。 OK,然后,做kyc,第一层的kyc。 哦,这四个步骤都非常的容易做,所以大家赶紧去行动吧。 OK,来,我们现在看看,呃,你们要听我分析吗?应该不用吧? 我们直接进chart gpt,还是看一下啦。 呃,因为那天有,有朋友,有,有,呃,群的人有,有问我, 哎,呃,八千元最近,哎,好像没有看你交易这样子了。 我就跟他讲哦。 这样子的行情,请问我怎么,怎么交易呢? 哎呀,这个是,这个是重点,怎样交易? 我,我不会,所以现在走出来了,哦,已经跌,已经算跌破了吗? 还没有说非常有效的跌破,如果再来一根,呃,比较粗一点的,呃,红,红蜡烛,我就可能就会做空了。 OK,然后,我们现在开chart gpt,来,我问他。 比特币,可以投资吗? 可以投资吗? 或者你们有什么,要我下一个视频,讲关于,呃,问chart gpt,关于比特币的什么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 必特币是一个数值货币,呃,不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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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不阿,啊,啊,知道知道,这些我知道,这些我知道喔。 这些我知道哦。 okok 比特币的 比特币2023年会 当多少 不要又再叫我去什么专业顾问的意见哦 作为AI语言模型,我无法预测比特币的价格 或走势,它取决于许多因素,因市场需求 供应量,政府政策,环境,全球经济状况 这些因素非常复杂和多变 因此无法确定比特币未来的价格 需要注意的是比特币市场的极其波动,价格可能上 快速的上涨或下跌,如果你考虑投资比特币,建议你了解风险 和优缺点,并采取投资策略 又再叫我去询问专专业的投资 顾问的意见 OK 比特币 比特币 能 自付 吗 能 自付吗 我看他 虽然有些人通过 比特币获得了 就要再复战 作为一个投资工具 比特币的 加 又再来 等下又在最后一句又叫我 知识专业的投资 顾问是不是 啊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AI 我比你还AI 如果他后面 真的跟我来做 咨询专业的投资 顾问的意见 OK 我也可以做AI了 我可以做XGPD了 果然 先自行专业的投资顾问意见 呃 还有什么问题啊 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吗 比特 特币 比 块 和 SRB 谁 比较好 注明的加密是 OK 我看他怎样加 SRB SRB 数字货币 金融机构之间 低成本 高效 与比特币 不同 SRB 不需要 他总发行量是1000亿 美 目前有46亿出来由于比特币 跟SRB 的用 到最后又在跟我讲什么 什么 咨询专业 投资顾问的意见 哎呦 为什么一直这样子 OK 我再问他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然后如果你们对比特币有什么问题 在底下留言给我 我知道 比特币 在马来西亚 合法吗 这个问题哦 我跟你说很多新手最喜欢问的 并非合法货币 并非合法货币 像行还发布警告一些 数字货币 马来西亚也发布了一些规定 以防止 用于非法活动 例如比特币并非 也没有明确 如果你考虑着投资 比特币 请务必了解 关机同时 建议任何投资 又在专业 请问 其实我个人觉得 比特币在马来西亚 其实算是 算是 可以交易 只是 不可以 当他是法定 货币 就是这样子而已 啊我个人觉得 是这样子 说法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已经有很多交易所的 一些广告都可以上大街了 然后有些 广告都已经上 电影 我们看电影啊 或者看广告啊 或者电台的 都上这些广告了 所以 应该 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 不是 合法的 货币 你可以 当他是一个是 投资工具 在马来西亚 而不是 货币 OK 所以 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还有 什么关于 比特币 的问题 想要问的话 在底下留言 给我知道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 订阅 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